接著要開戰的 就是正面07年之養階段的 劉更宏與王婉飛 我真的覺得結婚之後 真的會變庸人 我也曾經跟他講說 我真的很像一個庸人 可是你結婚之前 不是自己這些事情也要做嗎 沒有 那時候我們還會分工 對 在剛結婚沒有生小孩的時候 我們都會分工 男人就這樣變了 你看看 然後後來慢慢 孩子生出來之後就變了 他就完全什麼事都不用做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以前我分工是因為我們兩個都在工作 所以他在家裡面帶小孩 現在他就沒有工作了 所以就變成我全部要工作 所以變成家裡的家事 就變成他來負責了 絕大多數 對 帶小孩不是工作嗎 對啊 帶小孩不是工作 他現在也在工作 什麼時候帶小孩不是工作 他現在就在工作 你不知道中華民國的這個 婦女運動裡面已經講了 家務付出是有酬勞的 你知道嗎 帶小孩是人生好棒的一件事情 我好享受 我好喜歡帶小孩 跟他交換 我每次都跟他講說 那我可以在家帶小孩 你去工作嗎 那你最生氣的是什麼 聽說他回家以前 你要把飯煮好 對 就是如果他回家前 飯沒有煮好 然後他就會很生氣這樣 你看這件事情很合理啊 先生下班回到家裡面 飯還沒有煮好 還餓著肚子 大家嗷嗷代譜的 我跟小孩兩個 痴痴的忘了媽媽 還在炒菜鍋悠閒的弄 我們餓在那個地方 你有講你記得要回來嗎 對嘛 當然有啊 有嗎 那剛開始的時候不會講 然後就忽然就會出現 然後我就會措手不及 但後來被罵了幾次之後 我就會特地打電話下午跟他說 請問一下你下午會幾點到家 太好了 我就要在 我接到這種電話 我心裡就好溫暖 飯沒吃到 我都有感恩之心 而且我 他現在問我什麼時候回來 很早就要問我 十二點就要打電話 就要問他晚上幾點回來 對 對啊 那你一定要煮到一桌嗎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美人姐 你要知道 我以前在剛開始 現在他不這麼做之前 你知道我常常吃晚餐幾點鐘嗎 幾點 八點多了 我才在吃晚餐 為什麼 因為他時間來不及做 他要做一頓飯 做到八點多 我都已經餓到快暈倒了 為什麼那麼麻煩 你只要找沒有地溝油的泡麵 就可以了 OK 不行啊 這太扯了 我不可能 這個很難找對不對 重點是他要求的食材跟食物都很困難 對啊 他一餐要有一定的規矩嗎 有 我可能幫他弄個兩個菜 譬如說一個青菜 一個主食 一個飯 大家就簡單吃就算了 然後不行 他說你怎麼這樣對待我 你一整天在家就開始念念 然後就不行 所以他的菜量跟菜色都要很多 我完全是出於愛 因為你知道嗎 你一定要有均衡的營養 所以你要有菜 起碼要兩樣青菜 然後配上一個肉 然後再來有一個簡單的東西 它還有蛋白質要很多 總能要兩到三種蛋白質 怎麼這樣 對啊 你們每天有煮三菜以上的景曲手 有 有 每天 我們家四菜到五菜 後面都沒有對不對 沒有的景曲差 後面都沒有 天啊 你們可能要去檢查一下身體 有可能會營養不良 有沒有看起來好像有肉 問一下 ICO 你一餐平均可以準備多少菜 就是隨便煮兩菜一湯三菜一湯 隨便煮啊 對啊 隨便煮昨天吃什麼 昨天晚上 就是空心菜啊 荷包蛋還有飯 荷包菜是菜嗎 空心菜 荷包蛋還有飯 不行啦 你那個不是人吃的 你在外面小吃吃的還差啊 我別人打開都不是這個 你那個到家裡會 所以Kim 你昨天是吃空心菜配荷包蛋跟飯 對 還有 有加上來 你看他瘦成這樣 你看他瘦成這樣 香蕉 昨天吃空心菜 也是空心菜 你們叫做賣空心菜 你們怎麼老吃空心菜 空心菜配炒飯 兩個有 對 然後麵包 麵包 麵包 麵包跟飯已經重疊了 晚餐吃完炒飯還吃麵包 他要配麵包 他喜歡吃麵包 他是配的 小蔡你是吃太多麵包了 我覺得你可以吃起來 沒有 因為那個吃東西 不管吃什麼都習慣 從小習慣都一定要吃個麵包 真的假的 我覺得這樣很美味 蠻壯的 請問你空心菜配什麼麵包 就隨便 只要是麵包就可以了 所以你每一餐飯 不管多大餐小餐 你就一定要再配麵包 一定要 主食是麵包 所以你根本不用太厲害 有麵包就好了 這多好養 你看 真的 沒有做這樣的事 你看 最重要是營養健康 而且他還要帶兩個小孩 對啊 而且重點我們朋友來我們家的時候 就想說 其實你不用大費周章 他剛問我們準備說 我說沒有 不是為你準備的 是我們平常就是吃這麽多 很多的菜 而且菜量 每一個菜量都很大 因為他的食量很大 對 然後而且他還要求 因為我剛一餐 我都要吃兩個便當以上 對啊 所以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是第一件事 然後第二件事 最過分的是 他還要求我要 無油無鹽沒有味精 然後還要煮出 跟一般的菜色一樣 等一下 你說什麽啊 無油無鹽 沒有味精 但是要做出跟一般的菜 煮出來的味道是一樣 這就是我告訴大家 怎麼煮 其實食物最美味的就是這些 原味 這是他的要求 我來看一下 這是什麽 這是你們家吃的 對啊 你看 這是我們昨天晚上吃的 昨天晚上的 披薩 自己做的披薩 自己做披薩 對啊 連餅皮都自己做 好強喔 我連餅皮都自己做 然後就沒有油 但我是像缺點是說 他的用是培根 然後呢 他就會把培根挑出來 壞海鮮是更好的 或者雞肉牛肉這樣子 培根因為有醃製的 因為那個 公公婆婆婆在 所以 昨天晚上就只吃披薩 也還要 生菜 沙拉拉 玉米 濃湯 還有 炒蘑菇 還有很多 還有 還有炸雞 但不用油炸 但是出來的一樣 跟炸雞的口感是一樣的 是不是 吃起來味道是一樣的 用人家有氣炸鍋 用烤箱 用烤箱 氣炸跟烤箱都可以用 但是像炸雞一樣 口感也是像炸雞 天啊 他不會這麼油 這麼難烤 你每天都要煮嗎 對啊 他只要他回家吃飯 就一定要自己弄 然後他連早上的吐司 饅頭都要自己做 這什麼音樂 什麼東西啊 這麼幸福的家庭 我一定要講 你看根紅的身體 為什麼這麼健康 因為他沒有吃地溝油 而且他都自己做 我煮菜也很少放油 而且每天試菜一趟 你為什麼要抱怨 沒有 我不是說 我是幫根紅講話 我們家菜都是用水炒出來的 都不用加油 聽到沒有 你要用水炒 或者用肉本身的油 用肉的那個油 用肉在炒 所以你完全吃不到多餘的油 對 然後但是味道是一樣的 所以你覺得這個很傷腦筋對不對 他剛開始讓我叫 因為他都不能夠偷懶買半成品回來 他等於要 你饅頭也自己做 而且重點是那種 古人 一般的那個書啊 都不能看 食譜 食譜都不能看啊 因為你根本不能對照 完全沒有人教你 但是你知道我最厲害的地方是什麼嗎 就是他在過程當中 做的可能不是這麼好吃 但是我都是把他吃光光 什麼 這叫你最厲害 現在你知道 還有閒心嗎 你還有沒有良心 太過分了 最重要的是他現在已經做出興趣來了 因為你知道來我們家的朋友們 晚晚都有興趣嗎 有 來 等一下 剛才那個朋友不是說 他來我們家之後 看到你怎麼為我們準備這麼多菜 他說沒有 我們平常就這樣吃 那一聽完之後 一眼看到他老婆 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很多人來我們家就覺得說 來到我們家 我不說出來 很多藝人到我們家 就看我們的生活 就覺得我們的生活 怎麼這麼幸福 這麼美好 我老婆現在還會做甜點 還會做 這個幸福跟美好是 奠基在多少淚水上面的 對啊 你那朋友是 你有很喜歡嗎 你有很喜歡這樣做嗎 現在應該會喜歡做菜 你不要說沒有喔 我們可是弄了一個 最棒的那個 中導台給你 他為了要我做這件事情 我們的新家 他就弄了一個很大很大很大的廚房 然後一個 中導台 是你想要的嗎 他想要的 因為他以前要求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沒有廚房 但還要做出來 但既然都要做 因為我嫁給他了 要一輩子 所以我就好好的研究 好慘喔 好可憐喔 但是我承認剛開始 他要求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這是什麼要求 太困難了 無油無鹽沒有味精 然後還要好吃 對 然後我就覺得這是一種 後來等一下回答我一句話 現在做出來的東西好不好吃 那我花了很多時間耶 好吃 你不要講別的嘛 好不好吃 你問 告訴我 好不好吃 你看 看到沒有 好不好吃問你啊 好吃啊 你看 我吃到 你知道我一天可以吃到 譬如家裡他準備的炒牛肉 很好吃 你知道我光研究每一道 烤魚 等一下 不對 你被他洗腦了 一個男人 一個男人只負責一直吃 然後一直叫人家做 然後就好像很偉大 對 他要說自己很厲害 沒有 你真的沒人 對 我跟你講 你願意將來帶小孩看醫生 還是現在先給他吃健康一點 我的小孩 就是這樣吃健健康康的 不是很棒嗎 他平常就是這樣跟我講的 我們現在付出一點努力 將來我們兩個 誰努力 你付出什麼努力 你付出一張嘴 然後他太努力 然後他要這樣 他一天早上他叫我說 你為什麼不早起做早餐給我吃呢 我說好 我就起來做早餐 然後自己弄蛋餅 然後連那個蛋餅的餅皮 我都自己弄 自己做 然後做出來給他吃那個時候 我那天就加了一點點甜辣醬 因為蛋餅沒有加醬不好吃啊 沒必啊 然後他就想說 你怎麼可以給我加甜辣醬呢 你說甜辣醬很不健康 就唸了我大概一小時 然後我就說 天啊 為了一個甜辣醬 然後我就很生氣 因為那天剛好禮拜六 因為他做了一個非常健康的餅皮 再加了一個很好的蛋 然後我們早上還會喝一杯蔬果汁 都非常的棒 他加了甜辣醬之後 我整個早餐突然就複雜 跟口味重起來了 本來健康的這個早餐 哪有這麼嚴重啊 我的身體裡面 聽我說一下 你太可憐了 你太可憐了 分手吧 你們太沒有感同身受了 早晨起床 而且 那天 等一下 分手了 那天我媽媽還在 等一下那天我媽媽還在 然後我媽就坐在旁邊 因為這甜辣醬還是我媽提起的 她還講說 你怎麼加了甜辣醬呢 然後結果 剛好一聽完甜辣醬之後 就快快快唸了一個小時 然後結果我就跟我媽講說 都是你啦 提什麼甜辣醬 然後我就罵了我媽一頓 結果我媽就流了眼淚 想說 我下次再也不會說了 我媽還在 沒有啦 她媽也是非常注重健康的 她其實有點想哭 沒有啦 她沒有想哭 那是眼睛過敏 然後結果第二次 她這笑一笑也會掉眼淚 結果第二次又叫我做蛋餅 然後想說好 那我這次就千萬不會放甜辣醬 因為不可能再被罵一次 對 然後我就第二次做的蛋餅 就是原味的給她 然後她就說 你這蛋餅怎麼沒有味道啊 是不是 你真的做過關了 天啊 甜辣醬也不行 沒有味道也不行 人世間怎麼會有一對夫妻 問了一個甜辣醬 要炒一個小時 這什麼意思 是被她一個小時 可憐了 這還能活嗎 沒有 壓力好沒有炒 你在天堂 你不知道多少男人都吃地溝油 你看我們的攝影師 對 OK 她每次下午都在吃泡麵 空心菜 丸子昨天吃什麼 便當 便當 來欣欣 烤肉 烤肉 烤肉應該瘋掉吧 對啊 你可以這樣要求 是不是有人買單 有啦 烤肉偶爾烤一下 這樣還不用放假嗎 你說她要不要放假是不是 對 她需要三十年 對 我很想帶她一起度假 不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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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愛跟我一起度假 沒有 她很愛 真的很愛 因為我常常要求說 我想要放假 跟姐妹出去逛逛 然後旅旅遊這樣 她說不可能 不行 然後所以 退了球棋制 只好跟她出去放假 誰 退了球棋制 因為我沒有辦法自己放鬆 然後就跟她出去 一個女人都會自己做饅頭麵包 不應該給她放個假嗎 要 應該 要放假 舉牌 要不要放假 一定要放 廉價 而且是廉價 廉價 放假太好了 你不是對手 你換人下來 真的 維尼媽換你 我還沒講完呢 對啊 你不要走 維尼媽出來 家裡的行李或什麼 種的東西 沒關係 你全部都是我拿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一樣也不會讓她搬 晚飛不是她對手 你要來應付 劉根宏 來來來 可是我今天跟她第一次見面 不好意思 怎麼聊 到月的日子 爭洪 落太大 你 不然 你 走